近日由青年演员马可 庆威 沈梦辰等主演 著名偶像武侠制作人游建明出品 新月导演朱少杰任总导演的新剧 新龙门客栈在横边举行开机仪式 当天马可身穿黑色棉袄 头胎棒球帽 虽然戴着大光眼镜 但是还是难党马可帅气的面庞 现场马可先是和其他演员一阵畅聊 随后和正主创可以留念 不仅如此心情大好的他 还以粉丝要求一一可以留念 最后马可走上舞台和主创 一同接下红布 就此宣告新剧新龙门客栈正式开机 据悉电视剧新龙门客栈将持续五个月的拍摄 从炎炎寒冬拍到炎炎苦夏 这样一部经典之作将会以怎样的容颜 出现在观众面前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